当我们将瘦甲取下时 发现它的前肢与脚掌只剩一层皮相连 无法逃脱的它只能在外挨饿受冻 直至脱水 食温 石虎虚弱的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在体力消耗殆尽的情况下 连麻醉都可能夺去它的性命 我们无法冒这个风险只能加快医疗的脚步 让石虎的折磨可以快点结束 伤口爆炸完毕后 受医师将它送入病房内休息 希望它可以恢复体力 但当天晚上十点半左右 它还是离开了 所以还有人在抓对不对 我要给各位看一个资料 这个是我们做无线电追踪的个体 六支个体 我们做无线电追踪 给它装项圈 然后让它自由行动 他们的范围大概 数公里 数公里平方的活动范围 我要给各位看的是 六支没有一支有好的下场 其中有五支的死亡原因都是人为的 最后面的 毒尔毒死的 瘦夹夹死的 还有这一支 第一支编号32号的这支公的 第一次被瘦夹夹到 被送回平科大去急救 好了以后在野放15天之后 要被毒死 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要毒他们啊 你可能吃尿气以后 有的是农业上会用农药 然后在当地也会发毒鼠药 给农民去做 吃了有毒的尿气 对 然后用毒药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农民 误认为它会去吃鸡 所以采取报复性的反应 抓它 然后去毒死它 那还来呢 这吃就死了 对就死掉了 所以六支里面有五支 很明确的是人为造成的死亡 老师这样很恐怖 我大概看了一下 你们装发报的这六支 没有 再放出去之后 平均重活不到100天 对 平均数不到100天 就是说三个月之内 它大概就不待了 你就知道说那个地方危机重重 那危机重重的状况之下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还没有去弥补这个部分 然后再加上漆地的开发 然后重大开发案接二连三 一个来一直接近 然后现在在三亿苗栗 铜锣那一带 有500多公顷的开发案 已经在动工了 未来包括这个外环道还有一大堆 那就是说不停的会有重大开发案 会去破坏它 那这个环平是怎么过的 不过地方也有地方的心声 地方是觉得说我们要发展经济 你们这样子 我们也没办法发展经济 这中间到底就是怎么样权衡 好不好 等一下来谈 先休息进广告 好 其实石虎我们一般人不容易发现 因为它数量很少 对不对 好 那这个石虎的生活习性 我们准备了一段维西亚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多大 这只多大 这只是成体 是我们收容一只个体 你可以看到它的左前角 很明显少了一只 对 可以讲到 然后我们其实昵称它阿信 它是从南投的国庆收容回来 然后我们当然觉得 它的命运跟阿信同样很带应 所以它这里已经没办法也放了 对 因为它小硬子这样 这只好的 对 这只个体其实是2007从埔里 因为就是空间被挖掘 然后是从小时候养起来 那它是双胞胎 一只叫小公猫 一只叫小母猫 这只是公的 不过标记行为其实公母都会 就刚喷尿的那个行为 所以后来它就跟阿信结婚 对 就只有它们两个看上眼了 这只呢 这只也是小公猫 其实我们就发现我们 因为在野外其实光要拍到它 我们就很高兴了 可是我们不知道它很多 很特别的行为 所以我们就想说 既然这些个体收容的 我们就尽量收一些影像 好厉害晚上 对 然后让 哦 这只短胎的 对 它们两个在谈恋爱 对 那其实我们在整个过程 其实曾经让不同的个体去配对 就像裴老师一开始就讲到 他们不是A配B就一定配得上 他们本来就有他们记得择偶的 他在帮他理毛 所以在干嘛 对 他在讨好那只 就是小公猫在讨好阿信 我们就观察到 他们在调情 用人类的语言 没错 没错 对啦 没错 这是人类的语言 就是你一个理毛的 你睡了我才要理你的 对 他那个就是打招呼 你看他好高兴啊 对 其实家里有养猫的 应该很容易看到 那是舒服的表情 对 他们两个就是很合得来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耳背 有一对眼睛这个就野生了 如果没有那一对眼睛的话 那就几乎都是家猫 所以这个最大的一个差异 好 好 好 耳朵后面那个 耳朵那个 它是黑顶然后白点点 然后就像家里的猫 再玩耍 他们在一起了吗 你就躺下去就在一起了 没有那么快 因为他们平常是独居的动物 我们也只会尝试在繁殖记 看他们的互动 才让他们 平常是不理人的 谁都不理谁的 对 他一只的狩猎范围大概要多大 其实台湾其实做出来是1.29到7.95平方公里 他们是 他的活动范围 所以他需要蛮大的范围 他们是一夫一妻制吗 不算 一夫多妻 在发情的时候那时候会啦 但并不见得是这样的 猫科动物通常是交配完之后男的就走了 一夫多妻 留下妈妈负责养小孩 对 通常就是母的领域很固定 然后稍微小一点 可是母的之间重叠性不会那么大 可是一只公德 它可能保有一个比较大范围的活动范围 它同时有很多的机会 交配机会 可是那只公德就要很优势 一旦有一只比他强的公德进来 它可能就会被排挤掉 那这个母的可以跟这只公德结束之后 再跟另外一只公德吗 可以 一辈子来说他们是多夫多妻 对 一辈子来讲 一辈子来讲的话 算幸福 他们一辈子有多长 也是十几年到 应该不到二十年 没有没有 野外的不到二十年 应该可能估计 我看你刚才那一辈子 一辈子都没有到十年 野外其实会 野外其实会估七到八年 可是在圈养最高到十五年 那他们会跟同一只 同一个对象交配很多次吗 会 就是说在他的生活 他的生命当中 会 因为他们有领域性 所以他们大概都不会太移动 除非逼不得已才会换地方 如果他是固定领域的话 他实际上可以待很久 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维持很久 配这些关系 一胎可以生 两到四只 两到四只 那不多耶 对 不错 这跟家猫差不多 差不多 可是在野外两到四只 存活率可能不到一半 那他们会跟猫配吗 日本有学者确实做了测试 他们发现他们把猫丢进去 一只被咬死 然后一只 下场也不太好 这样子 所以应该是说 他的生性比 比猫凶狠 现在很多有野生石虎的地方 跟有很多野猫的地方 看起来在自然界之下 他不太会交给 对 不同物料 然后他的眼睛怎么可以这么亮 这么大 最特色的是他的眼睛 对不对 他跟猫的眼睛不一样 对不对 有人说有一个很不同的是 讲他的瞳孔形状 就是说猫很常会缩到非常的细 很尖 可是石虎可能也缩得很尖 可是没有这么细 又是跟他的视力 可能比猫又更好 因为他在野外生存 然后他的一个视力要非常的 你长期在跟动物相处 你看到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吗 这只就是旧山很无助的个体 对这只因为已经知道他的命运 这只其实是第二只接受野方训练的 叫做虎妹 对 就也是送到平科大兽 野方训练 然后希望他可以回到野外的个体 那一回到野外就是 对 最多只能活一年 我们现在野方的地方是比较 我们比较聪明的 因为 对有选择 是找比较安全度比较高的地方去野方 没有放农药 没有放捕兽甲的 对 然后当地居民欢迎他 然后地主也欢迎他 这只呢 这只也是旧山的个体 就看到很萌的照片通常都是 所以我们很不喜欢石虎卖萌的时候 因为通常都是 最可爱大家最喜欢 他应该是被怪手挖出来的吧 没有这只 对这只是那个虎妹一开始 还没受野方训练之前 对 然后它被收到的时候 估计才18日零 刚开也没多久而已 对这只就是刚刚说很帅的小公猫 然后大家可以注意到 其实石虎它有个特征 跟猫不大一样 就是它的脚很粗壮 跟猫比啦 像如果对 主持人只有养猫就知道 它的脚特别粗 对 它会用手去压制猎物 然后这只就是刚刚讲的那只阿信 左前脚 没有了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前肢很明显很大 那石虎有个特征就是它的尾巴 普通的猫 其实尾巴会稍微变细 就是尾端 可是石虎不会 它整个尾巴都很粗 所以它有利于它爬树或什么的平衡 对 为什么它叫石虎 就是在其他国家都叫豹猫 在华文地区 他刚刚那个围巾其实上面就写豹猫 因为它的英文学名 对 那台湾叫它石虎 我听过一个说法 是一个老人家说的 他说因为一个阿公 他说因为那个石虎 当你发现它的时候 它都静静在那边不动 很像石头一样 对 我听到那个说法 所以叫它石虎 因为它这个保护色 其实在岩石堆 其实是看不太出来 那是只有台湾有 东南亚也有 那日本韩国都有 他们叫山猫 对 日本叫山猫 西表山猫 那为什么要带这本怪异情波士来 其实在日本人 他们比较注重保育或者一些环境观念 所以它把西表山猫的故事 也融入了在漫画里面 就是有人偷了这只猫 对 想要偷渡到本岛去 对 然后在船上它逃出来 咬伤了一个市议员 对 咬伤了一个国会议员 对 然后因为它被制服的状态下 山猫也受伤了 对 然后那个怪异情波士 情波士 对 坚持先救山猫 所以议员非常生气 然后呢 后来就 就叫他去 就被他抓去到法院作证 对 他说山猫很少 可是议员到处都